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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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作业的时候也有不少行人来看嘛 这高科技现在都飞无人机啊 以前没用过这个东西啊 是的 现在都很耗铁 都想过来看 对 村里老人要看,村里小孩子也好奇 特别赶到这里,倒向这里看看 包括等会儿吃饭要早点去 农家乐也很紧 对,我们这一排农家乐 等会儿到时候那个门口都停满了车 我们这片油菜花海给农家乐老板带了很多的生意过来 我在苏州承包了三千多亩的耕地 这个冬季我也种了一千多亩的油菜花 身后这一片都是我种的 要说起我跟种地这个缘分 要从2009年开始说起 2009年我父亲已经在我们这个村呢 承包了一千多亩的耕地 准备种植水稻做这个地产大名 我呢也是在这个2009年的6月份参加高考 面临了一个人生的重要选择 父亲呢考虑到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前景 他开始补动我 选择这个农学方面的一个专业 到了2013年我本科毕业回来之后呢 回到我们家乡 我看到父亲召集了一帮人在田边 就是给水稻竹虫打药 在太阳下每天都要晒将近十个小时 又累又辛苦 但是他们一天40个人也就作业个100多亩地 我心想着这样的一个作业效率好像不太行啊 后来呢我拉着父亲去找到了一种机械 当时进口的植宝机 它呢展开有喷干12米宽 然后可以在田间行走进行打药的一个作业 因为那一年的夏天比较热 人工作业呢都是早上6点钟夏天 然后打药啊是非啊到这个11点 因为那时候太阳开始比较火热了 温度也很高 怕这个中暑 所以下午就干脆不作业了 不干活了 这样呢不少周边的农户就发生这个问题 他们这个好多活来不及干 水稻生产上面好多节点都错失掉了 但是我们基地呢 当时用了这台车两个人配合 一天呢大概干活干到十一二个小时 这样呢一天下来呢可以值保200多亩地 可以说比我们以前的作业效率要高很多 也正是这样 我们抓住了很多施肥和打药的节点上面 最后这个水稻收成到还可以 第一次在这种感觉到了新技术新机具 带给了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巨大增效 真的是内心而言第一次尝到了这个科技新农的甜头 我现在在调试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像这一类机具呢因为确实还处于一个比较新的状态 好多地方呢都需要自己先去摸索 通过定位打点设置好了这个甜块四角的一个数据 就是让它自己规划好行走路径 让拖拉机去形成无人化的一个作业 近两年呢我们也在插扬机在收割机上面 加装了北斗的智能控制系统 让我们的水稻生产中主要的耕种管收 在某几个环节都实现了无人化的作业 大家都知道苏州的繁体字中有着鱼和和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是代表着鱼米文化 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的一个发展 现在苏州的农业生产已经占的比例很小了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一个破全的人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个人的一个努力 带动我们周边所有的农户 一起把我们苏州稻米的产业 奔布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